今天我们就说一下这个英国这个作死的天气啊 最近天气真的是很作死 现在都已经四月中旬了 他昨天居然下雪了 前天居然下冰雹了 这是人过的日子吧 在中国一百年也不会这样 首先说呢英国这个鬼天气 从九月份来 它基本上就是已经到了二十度以下 一直到我 基本上是六月份之前 回国 它还是保持在二十度 以下 然后冬天的时候呢 就是一直维持在 五度到十度之间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说了 英国的天气呢 可以分为两个季节 一个是冬季 还有一个是大约在冬季 所以呢 英国的夏天我到现在 还是没有感受过 现在已经是第二年在这边了 因为暑假是回国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它这夏天是什么感觉 我 但是 从它的温度来说 它的夏天不会超过二十五度 那意思就是 那是春天咯 那根本就不是夏天 而且 英国在实行夏令时 所以呢 季节 它本身是一个 唯独比较偏北的国家 所以 夏令时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 白天超长 我现在已经 到了现在这个时间 已经被感觉出来 因为 已经要到 summer time 虽然我们这边还是winter 可是现在晚上天黑的时间 已经 已经到了 令人发指的九点了 就是据我们之前来上语言课的小伙伴说 他这边 真正夏天的时候 晚上是十一点天太黑 这个是不让人睡觉的节奏 你想想看十一点钟天太黑的话 那就直接 十一点钟吃晚饭 然后 一个通宵睡觉 那不就是第二天早上六点钟 直接睡觉 就不用睡了 直接起床 他这个 他这个也是 就是我们住在 中国没有太偏 太偏 太偏西部的那边 中原地带的人 可能是不会感受到这种天 晚上十一点钟天太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生活呢 真是很奇葩的事 然后这个下雨下雪 我们就不说了 就是家常面饭了 OK 就是吐槽这么一点小问题 拜拜 by bwd6 没用力 by bwd6 感谢观看